剛才忘記切了,是結移到上面去 沒關係啦 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輕重你寫得出來嗎? 那個寫字啦,到底要不要調筆 基本上還是要啦 你會發現說我其實不太整理那一支筆 你可能發現可能沒有數啦,你有空去數 有些人是寫一個字 整理一次筆 有人是寫了很多字,整理一支筆 那我大概就沾默的時候才整筆 或是真的不順的時候才整筆 所以整筆沒有一定的規則性 那其實我可以都不整筆 不整筆大概就是找筆式 筆式寫字的一個角度下去 因為有時候筆扁了歪了 他還是有角度可以適合寫字喔 你只要站在哪個角度 你下筆以後那個字口啊 出現的那個弧度就會很漂亮 根本不用整理筆 所以我大部分都不整理筆 那你轉不轉筆 我也不太轉筆 所以我在下筆之前其實筆已經調好了 所以我都不太轉 那要轉筆的話可能因為下筆 你又發現寫的方式不夠好 所以他必須要轉筆 讓他把筆封調好 可是我覺得應該是 調好筆封下筆 找一個最適合下筆的筆封來寫 所以對筆封的位置 還有你目前毛筆的狀況要很了解 不然你下去只能在那邊一直轉風 因為大陸有很多寫字的名詞 我一直搞不清楚啊 其實我也沒想要搞清楚 很多人都還會很高興的 那我PO一個那個連結給你看 這有專門在講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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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瘋什麼瘋 我才不要 才不看 看久人會發瘋啊 我只是寫字而已哪有那麼多瘋啊 就好像你在寫在走路 有人外八內八那又怎麼樣 有人有點外八 百分之九十六八 百分之外八那又怎麼樣 不重要啊 那他寫的好不好 那我也不想去了解 因為那跟我的概念不太一樣 寫字就是一個角度 某一個角度可以寫的是什麼樣子 那你筆封 歪了 正了斜了 你一看筆封你就應該知道 我要從哪裡入筆 他才會正常 這是能力 不是下去以後你看我手指都開始轉 我把筆慢慢轉正 哪那麼無聊啊 又不再變魔术 還看你的手法 我是不強調那個 所以很多人一直要看 我說那我要看你的手到底在幹嘛 看得出來才怪 我都自己看不出來 我都自己看不出來 我只知道我 寫完 手不能痠 我要自寫完 是乾淨俐落的 不是慢慢的刻出來或描出來的 然後每個日寫完 有大有小 有粗有細 有快有慢 有節奏 外型有 各種不同的外型 配合起來 非常的勻秤 這樣就好 自己毛筆轉來轉去 我覺得我自己不習慣 真的不習慣 所以有很多人看到我手管 那可能會覺得 唉 看你是白看 又沒在轉 好歹你也轉一下 讓我們看一下說 你好會轉 欸這個 這跟我今天打桌球 有相當的關係 因為打桌球 看到有很多人 打沒打桌球 就要轉一下拍子 因為拍子有兩面嘛 好厲害 怎麼一直在那邊轉拍子 我看到老半天 他每次回球的時候 都要轉拍子 從黑的那一面 轉到紅的紅的轉 黑的黑的轉紅的 就轉來轉去 那我看他 跟他的對手 在那邊打來打去 那邊轉來轉去 對手根本就不理他 不管你用哪一方面 轉切回來 照樣再攻 切回來再攻 一直打到你 接不到為止 他才不管你用哪一面去切 因為你不管用哪一面切 他所形成的質量 你只要看得出來 你就可以掌握機會攻擊了 根本不用知道他到底用哪一面去切 所以他一看 已經這個球質量 照攻 沉一點拉高 不沉一點 拉平 反正他才不管你在那邊轉來轉去 他就看那個轉好高興 不過當然也很厲害 轉得很厲害 打得也很厲害 只是目的他沒有達到 轉拍子應該是用迷惑性吧 那我們寫字需要迷惑嗎 不用啊 你迷惑誰 迷惑自己啊 我會不會有什麼 不是 你真的可以嗎 沒有 你會不會有很多 你會不會有什麼